大家午安大家下午好 欢迎收听古海飞扬 今天2024年3月18号 我是紫阳 那么台北股市 在上周末的一个最后的一个 算是一个一个 调整这个权重的一个比例的情况之下 最后下跌了200多点 250点 那么今天当然你开高顺势 要把它最后一盘的一个修正 把它做一个还原 所以今天基本上今天能够开高上来 其实也是预期中的事 那美国股市周末是收黑的 所以其实目前来看 如果美股今晚它又持续收黑 那当然美国股市 你如果我们回归到 技术面的一个分析的话 现行来说的话 它确实是走了一大波的一个多头之后 这边它想要做一个休息的 一个几率是比较高的 那美股如果说是这样子的一个规划 那亚洲股市 那台北股市 那当然你就以指数 我们现在单单就指数 以指数来说 我们当然就不会说 这个地方指数 但是我们会认为直接站上2万点 站稳之后再向上2万1 2万2 我们不会讲这种话 当然别人或许跟你讲的很好 因为今天涨的话可能又跟你看好了 可是我说 看一个市场它是全面性的 全球性的 联动的 所以分析一个市场 不能单纯就今天我们股市股 我们有涨100点 我们涨多少点 所以我们就是强的 我们就怎么样了 不是 它就是一个 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全方面的规划 那所以我认为 如果今天晚上美股或接下来的美股走法 还是呈现一个比较偏向要整理的一个格局的话 你台股雅股就是先就做一个联动的机率是最高 那当然在两个礼拜前 我在节目中也先跟各位提醒过了 两个礼拜前我就讲了台北股数 接下来我们认为就是进入一个收敛的格局 所以你看到接下来的台湾的一个贵买指数 这个美国的道琼指数 基本上都是在做一个整理收敛 所以其实已经在走这个格局了 所以其实这两个礼拜前 你有听我节目的两个礼拜以来 其实你大概都知道指数这边本来就是 可能就是要做一个整理休息 对不对 好了那既然指数这边大家都听 都有做心理准备了 因为我已经先预告过了 那所以也没有什么 不会针对上周的一个台北股市 加权指数的一个休息 你可能不会有什么太大意外的情况 的一个情形之下 那接下来重点就放在 我一直强调的你的个股操作 那个股的操作 个股的操作基本上 你我觉得 我觉得关键还 观念关键就是 关键还是在你的观念啦 就是说你的操作的习惯是什么 你这一路以来你是怎么操作的 那在股市要赚钱 我讲真的 它不是你们所想的说那么困难 那我这样讲不是又又又又不是说要吹嘘或炫耀 而是说我要告诉各位说方法啦 我要强调就是方法 你选股的逻辑 还有你的timing时机到底是什么 它会直接影响决定你最后的结果 很多人不在乎这个 很多人选股操作只在乎的是当下的一个情绪 只在乎是当下你可能接收到什么样的资讯 你就做立即性的一个决定 要不要投放资金 要不要去买进某一档标的 那这个这个做法 其实我一直以来我已经讲过了 他我不能说你一定会结一定会结果不好 可是我可以告诉各位我做这个行业二十多年了啦 从这个交易员做上来 现在带了一群又一群的一个客户 跟着我们这样慢慢的增加客户在操作 那我接触这么多的一个客户 我跟各位分享的就是经验啦 就是这么多年来我看过太多的案例了 接触过太多的cas 基本上如果操作是只是跟随着市场的 所谓的一个情绪 市场的一个讯息面 随波逐流的那种操作手法的投资朋友 最后最后最后 那基本上结果都不是很理想 那所以它代表什么 代表是说其实这种做法 其实不太正确 你应该修改 那要怎么修改 我就说过了 要做修改很简单 你要先看到操盘 我们操盘 你最起码 你最起码 你说以指数而言 你要先看到指数这边 接下来的下一步 下两步可能会怎么走 那针对指数下一步 下一步的走法 我们可能就事前做一些准备动作嘛 对不对 你才会有事前的准备动作 一样的 针对的个股 我们会先针对某一档个股 或我们追踪的个股 他接下来可能要怎么样的规划 怎么样走下一步 什么下两步大概怎么走 我们会先做准备 当你有事前的规划准备的时候 你才能够事前做好准备说 我何时要准备可以开始布局嘛 事前的布局 所以两个多礼拜前 我给你预告指数这边 你可能要注意 他可能要开始进行整理收链了 所以这两个礼拜前 你大概就对指数这边 你做了一些事前准备动作 或许我有些个股 我可能逢高 我获利两成三成四成 我先获利减码 获利入带了 就是为了要应付全市场的一个收链 对不对 好 这就是一个事前的准备 因为你看到了指数 接下来会怎么样的状况 好 那个股呢 一样吧 我看到了某一个个股的 他的一个接下来的下一步 下一步 可能会怎么样走 可能要转折了 可能要上去了 我可能就先做准备 买进动作 投放资金的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 所以你看 我做节目 其实 你慢慢慢慢会发现 我们做节目 我所跟你讲的 跟你谈论的一些个股 产业内容 跟过往你所接触的一些电视 或者是广播节目的分析师 所讲的内容 各股产业是不同的 为什么 因为你发现 大部分的分析师节目 基本上都跟你讨论的是 当天最强势的族群跟产业 就是话题在哪里 他就跟你讨论那个话题 那为什么这样子做 因为 才有人听嘛 吸引听众嘛 可是问题话要说回来啦 如果我每天为了要吸引你来听我的节目 要引起你的注意 所以我必须修改我的说法 必须每天拿着当天的最强的 最热的 大家都在讨论的话题 来跟你分析 讲这些东西 我想请问你 我想请问各位啦 这种这样的节目 你听完之后 你会做的动作就是去追逐这些 大家在讨论的话题的股票嘛 那那简言之 你就是听完节目之后 又跑去追热门股了吧 如果我说我 如果说要我做这种违背我的一个 违背我良心 要做这种节目内容的话 我说那不如不要做 好 所以你发现 因为我坚持 我坚持要讲我想要讲的 我所看到的 所以大家就发现 为什么听我节目 跟别人讲的内容 跟产业个股都不太一样 因为我不是随波逐流 大家在讨论什么 我就跟你一窝蜂去讨论什么 对不对 大家都在讨论重点 讨论散热 讨论什么 Cowars 那如果那个还没涨 我们来讨论嘛 可是如果已经涨3倍5倍8倍10倍了 然后你叫我每天去讲那个东西 那请问一下 这到底是要帮你还是要害你 当初几个月前转折的时候 如果我没讲 现在长了8个月 长了7个月之后 长了好几倍之后 我去跟你大大声的跟你分析 Cowars多好 这个重电骨多好 跟你分析这个散热多好 你觉得我夜长这个节目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啊 那种随波逐流跟违背良心的分析节目 我不做 那我做什么节目 我做的节目就是 我们现在带我的客户在做什么准备 我对个股我看到他的下一步下两步是什么 那我们现在带的客户做什么事情准备 我就跟你分析跟你讲 我就跟你预告 也就是说你听我的节目你听到内容是什么 你听到的内容就是我现在要带我的客户 要做什么要准备动作准备布局的操作 我先给你报告 那之后我跟你公开了 你就看到我当初跟你预告事情 一个一个一直在验证 就好比你看 你看 当大家都在讨论这个 这个半导体设备股的时候 有没有 都在追逐半导体设备股的时候 现在很多人半导体设备股已经套住了 在等解套期待等解套了 那可是当时我们在讲什么 当时我节目中跟你说 记得有一档股票 有一家公司来看画面 这个画面我提供给你的对不对 我说这家公司他获得股本两倍的订单 有没有 我说你看不到画面的 因为你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 你可以加我的LINE 加LINE之后 点选LINE上面提供给你的免费的YT影音 解盘 你就可以同步看到我们现在解盘的画面 那看解盘画面为什么 因为上面我会提供一些数据字卡 或者是一个简易财报给你看 那你更加深直接更明确的去了解到 我们在讲什么 为什么我们买股票 我们可以在转折的位置买到 然后真实的拿到获利 我们跟别人为什么不一样 当时在大家 我记得当时市场在讨论什么 最热的是什么 半导体的设备股 财机电相关设备股 大家都在追在抢 可是我说你注意这种的 他获得股本两倍大订单 股价在转折区的 好啦 有你听我节目一阵子的 你信任我的 你就会把握这种机会 当我每一次拿字卡给你预告 有这件事的时候 他们就会来把握机会 对不对 当时在这里 你现在看画面 这张字卡 当时我给你预告的时候 在这里 所以在这里的位置 我一个人预告 是不是告诉你一家一档股票 进入转值位置 我看到他的下一步下两步 我看到他的下一步下两步 他向上走了 要向上走 所以我带你先做事前准备动作 这个叫实战的操作操盘 一个 这两标记是代号7402的义期 买完转折之后 股价冲上去 赚多少 赚了57.4% 一档股票赚57.4% 所以当时我跟你预告完之后 如果你有来报名的 因为你相信我 因为你知道 当我跟你秀一些字卡 告诉你预告一些事情的时候 你知道 是你把握机会的时候了 一档股票你赚57% 57%代表你100万可以赚多少 200万可以赚多少 只是因为一档股票 而且过程你会发现 来我这边之后 你发现真的不是去追逐市场 大家在讨论的热门话题 热门股 有没有 那这样的话 你赚到钱是不是就很实在 因为你买的位置是什么 是买在转折的位置 所以你赚的钱很实在 为什么实在 因为你知道你下一次 我还会带你买在这种位置的股票 所以因为你 因为你都是买这种位置的股票 所以怎么样 所以你赚到的钱很实在 不用再吐回去还给市场 不用说下一次又跑去乱 跑去乱换成乱追股票 乱追涨追热门股 不会 你就是每一次都是买在这种位置的股票 好啦 那上去之后 当市场又开始 这个设备股跌下去了 市场开始跟你讲什么 讲这个散热 讲这个散热多少多少 双红 齐红等等的股票 对不对 然后很多分析师带着客户 去追双红 去追齐红 去追广运 好 那 这些标的真的很好 对不对 但是 我又跟你讲了 我说 与其你去追那些热门的 随时可能要 要有人逢高获利换手 急杀急杀急杀急拉的那种股票 你的心脏可能受不了那种股票 你不如来看看这个 有没有 一期之后我说 来我又跟别人不一样了 我说这个股票进入转折要涨了 EPS跳了三倍 EPS跳了三倍 我说你们都在讲AI 我说这个股票它也是AI 那是什么AI 我说 AI在发展过程中 最重要的还是那个算力 对不对 那个功率 你算力增加 你功率就是大增 所以大家在讨论GPU如何如何 GPU如何如何 对 大家在讨论这个的时候 我就说你必须要让GPU维持稳定 所以 电源供应就很重要 那控制电源供应的 就是在这个3540的要月 那我在拿这个字卡跟你预告的时候 有没有 我都预告 预告的时候 它在哪里 它在这里 准备上去转折前的转折区 它在这里 所以当时看我节目 看到我又拿财报字卡等等的来给你预告的时候 这些听众朋友错过之前一期的 那这一次呢 又有一些投资朋友他把握住了 对不对 他把握住之后呢 买在这个位置 一波就上去了 这一波上去多少 30%多 将近40% 你看这档股票36% 100万他们就赚了36万 200万就赚了72万 一档股票 只因为买转折就这么简单了 但是问题是你要能够买到转折 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 而且重点是你会发现我做节目跟别人不一样 我都先预告 我要做什么 他为什么做他 他在转折区 我都先讲 先预告 不是一次两次 是已经一路以来就是这样子 所以慢慢慢慢 越来越多听众朋友 他发现 看这个节目 看到我讲的股票 或许不是市场上今天所有分析 是在讨论的热门话题的股票 可是问题是 这些股票跟着我们这样做 真的都买在转折区 而且是真的能够让客户赚到钱的股票 我们是真的买转折赚钱 买转折赚钱 所以后来有些投资人会发现 听节目真的不要只是为了要去听热门股 听设想当红炸子机的股票 而去听那个节目 因为有时候你一不小心 你会听完之后你忍不住就跳进去 追了那些当红炸子机的股票 那种当红炸子机的股票 你就要提防什么 有心人士逢高获利出货 那股价就开始剧烈震荡 一下杀跌停 一下又反弹 一下反弹一两天 反弹一个半天又杀下去 慢慢慢慢一堆人套牢了 所以养套杀养套杀 其实就是这样来的 那你为了要避免股市的风险 那我们就回归到 我们就回归一个 回归一个最 你的情绪最冷静的一个情形之下 来做选股操作 买转折 买转折 请你跟我大声的讲一次 买转折一定会赚钱 只有买转折是一定会赚 没有任何的位置 你跟我说他买完一定赚 但是在市场 在这个股市你要记得 只有买转折是百分之百一定会赚 那当然所以你每一次都不买转折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跟我说 你一定能够在台北股市长长久久吧 对不对 好 那要月一期之后 再来要月 要月之后 我又跟你说来 大家都在讲这个重店 讲什么AI 对不对 我说我们先不要谈AI 有没有 我怎么说的 我说来我们先不要谈AI好不好 你不谈AI 全市场都在讲AI 那对了 我就说我不要谈AI 我跟你谈一档股票 是四年前我锁定它 我锁定它 只有那一当时四年前涨了八倍 那现在四年后 我觉得它另外一个转折机会又来了 我是讲这档股票 对不对 你们都有听我节目都知道 那来 换这个 第一桶 涨停 第一桶 再涨停 第一桶 第一桶 到今天 再创一年来的新高 是不是跟所有市场人家股票都不一样 对 而且是从转折开始上来操作 对 看一下K线 你就发现真的不一样 我跟你讲 在这里 现在今天到这里创新高 我讲完之后再转折区 你绝对可以来得及买 上来了 到今天创新高 创一年来的新高是涨多少 30% 30% 100万赚30万了 100万赚30万了 200万就60万了 一个第一桶 请问你 然后到今天你看到 怎么这LME的同期报价 已经到9000美元以上了 一切都如我们的规划 所以你发现 是不是我的第一个先给你预告 好了 那现在你问我说老师那你再预告一次啊 还有什么机会是我们你们的会员现在在锁定的 有 我说这些已经上去的 千万别追了 好不好 我们来做最新进入转折的 你不要追那些旧的上去的 你来做最新的 我们正在布局的 在转折区的 你看第一桶的月线是不是在这里 月线拉长虹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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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虹K之前 我们先买的 现在已经赚三成了 你看这个 这是第一桶月线 波段修正之后 做一个双底 做一个底部 双底 双底成型之后 转折一到我们就出手 那现在呢 电费是不是要上涨了 来 电费上涨谁受惠 你把电费上涨会受惠的股票找到之后 你就发现 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修正之后 双底座 进入转折月 我带你买这种转折股 它不是涨多的吧 你看涨很多了吗 没有 对不对 要在这种位置买转折位置 一波赚大波段的 基本上请你就把握机会 电话拨通了 我都是先讲先预告的 我都是先讲先预告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认同我们这个做法听众朋友 大家加油 我们一起来赚钱 那今天把电话拨通 你知道怎么跟我联系 怎么加入我们 有什么的疑问 你都可以线上询问我们 都可以 好不好 我们明天再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开始请不吝点赞